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而有山鸡哥的地方就有嫂子 当陈小春茫然无措地站在舞台上 便被问到谁让你来的 那个表情好酸爽 磕磕巴巴的回复我们家的 一脸怨恨却不敢出声 狠狠地磕到了 开始问爱说 红红的工作安排都是老婆给的 一段话说得磕磕巴巴 怕老婆这事儿暴露无疑 此时陈小春收到了一条滚烫的祝福 并且而发布陈小春和张志玲的开场 文案简直绝了 磕斯批克到自己老公头上了 还是大小敢说啊 多说点 陈小春本人也回复 不做卧底 我要光明正大 这俩夫妻真是绝配 之后袁勇宜转发微博配文 那在平行世界 张子儿和陈子儿 也是二十年友谊的老伙计呢 两位大嫂太有梗了 推广文案注入了灵魂 简直就是妙笔生辉 能够想象一部 无间道电影续片 吃瓜群众已经想好了名称 光明正大的黑市令 硬彩儿早就知道他的心思 直到不想参加这种比赛性质的节目 乱唱歌跳舞 他相信陈小春 绝对不会输给太多人的 又是被迫营业的一天 被老婆掌控的死死的 这对夫妻太可爱呀 在采访时被问到李承轩的时候 陈小春还上演了 马东梅的经典一幕 一边道歉 一边因为记不全名字 一直问 话误啊超搞笑 当陈小春被问到 做过什么奇幻的事情 他回答 来参加这个节目还不奇幻 33个大男生天天在一起 够奇幻的了 去年的CV宁静也曾吐槽 这么多娘们一起怎么办 不得不说 两位真是实话实说 这么多人在一起见证 的确是看见实俗 宠心狂魔与麦霸 又何得称小春一个 张志玲立马宣战 祝君好 把人听得性干颤 袁勇仪当场喊话 张志玲就是我的人间理想 完全没有事业心的他 一脸服气的表示 自己快退休了 回头退圈了 网友去袁勇仪的微博下告状 很快袁勇仪用一家之主的态度 回复网友 不用理他 他想多了 网友看了之后 简直是笑哭了 为了能够给老婆 买更多名牌包包 估计他还能再多工作起念 为了能让张志玲重塑状态 袁勇仪不惜卧底到了节目组 祝福工作人员 要好好照顾张志玲 此照顾非比照顾 袁勇仪表示 一定要用地狱式的拉链 让他脱胎换骨 本因为这是一场密谋 没想到工作人员转手 就转发给了张志玲 现在张志玲在微博上吐槽老婆 你是卧底啊 袁勇仪看到后 也是丝毫不顺弱 表示既然是饼匪了 那就通通安排上好啊 当然袁勇仪对张志玲还是真爱 还附上了一定要完整无缺的还给我 可见亮亮在心底里 还是担心不善跳舞的老公 还不傲礼貌的补上一句 谢谢大家 对于这一份无形秀爱 网友感慨 狗粮还要认准 肩量牌 不凡有杀到现场 是先出个头条 也有最近住在微博的调侃 这看似很虐 实则甜蜜爆棚的举动 节目播出后 袁勇仪少有的开启了杀屏模式 所有的动态都在为张志玲打call 既有掌控一切的女王模式 也有眼貌爱心的明媚状态 当真是挪人的小妖精 她们之间的爱情 不像其他人那么高调 经常互对 大惊骂俏的相处模式 更具有烟火气 当张志玲身穿黑红色长袍耍尖时 作为粉丝投资的蔡上芬 可谓是尽知尽责 在台下疯狂为张志玲打call 化身成为头号明媚 宣承对老公各种追捧 各种赞美之词予以言表 激动的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要是娘娘有普通话来说 可能更有味道 老婆当到这种地步 也就没话说 张志玲的表情帮让她笑到肚皮松弛 张志玲无奈的说 听说你们今天都在笑我 还cue了爱情特别是你啊 李承轩一身黑色西装戴着眼镜 像小说中腹黑的霸总 她的表演掌力十足 爱恨戏的风格非常迷人 原来这个宠妻狂魔模范丈夫如此优秀 网友纷纷直呼体会到了七微的快乐 七微的回复直接带网友上 告诉我的快乐何止这些 因为全职在家带娃 被网友黑吃七微的晚饭 她这次终于证明了自己 她的100条微博 有74条都是和七微有关 不得不耍 沈七哥的铁粉啊 方比七微工作室和网宣图 看她俩的动态 七微总是笑得很开心 似乎突然理解 为什么会在事业上 是突然选择结婚 因为里程炫体贴温柔 各自一处可见的爱意与尊重 在节目里 黄冠中把吉他叫 我的老婆 另49岁的朱英很不乐意 但在看过黄冠中 点燃全场的出舞台之后 朱英惊呼 我是否被摔死了 女神有眼光 哥哥们组队时 黄冠中并没有主动出击 还口出惊言 就好像找老婆一样 不对还可以等 这一看就是渠道女神的经验之谈 充满凡尔赛的气息 在娱乐群里 明星夫妻他房 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各种离婚出轨的丑闻 已经屡见不鲜 哥哥们的各种丑气骚操作 却让人耳濡一心 忽然发现 这几位成为披荆斩棘的姐夫们 更贴心一点